一百三十一 四个同门面面相觑都没辙了 底船上揉揉脸 马上想出一个馊主意 还有一个办法 我听说樊剑宗另外一个见过我们模样的原鹰祖师 邹石最近在闭关 不会参加这次泰晤池的寿宴 三大宗门与西方五国的人都不在受邀之列 那就是说到时候除了我们自家的刘长老 没有人认得我们 其有骨挑眉 然后 你跟小三不是要半穿老四的随从跟他一起去太家吗 到时候啊 就让小三装成老四的情人 小三这么漂亮 老四看不上其他的女人也情有可原 到时老四只对小三一个人情热 也不必像其他人装什么风流公子了 人家看着老四有美而相伴 总不会怀疑了吧 底船上得意洋洋说出自己的好计 得到的是三个师弟师妹一口同声斩钉截铁的一句 不行 四师弟跟猪猪好 怎么可以跟我 让猪猪看见 他多难受啊 而且太尴尬了 我对三师姐也装不出来 银子张面无表情 鸡尤谷黑着脸扯开一个毫无笑意的笑容 我早该知道 你想不出什么好事 我就这么提个建议 你们不接受就罢了 当我干什么 你们什么态度啊 底船上哼一声 不说话了 问题依旧没有解决 四个人互动了一阵 银子张道 不管如何 明日我一定要去太家 猪猪已经去了五日 我必须要亲眼确定 它是否平安五世 鸡尤谷看了眼 正百无聊赖 把玩零食的底船上 慢慢道 或许 还有一个办法 其余三人 奇奇望向他 等他公布答案 到时候 四师弟 你只管紧绷着脸 脾气尽量暴躁些 尤其看见女色 便发脾气 然后我去跟人说 邻家大老爷 怕你风流误事 来之前 在你身上下了禁咒 如此 应该能够掩饰过去 所谓禁色咒 是修佛知识常用的 针对入门修饰的 一种禁制法术 通过这个帮他们 彻底断绝色欲 被下咒的人 只要与女子肢体相处 就会浑身如遭烈火焚烧 产生各种恐怖幻象 身心痛苦至极 被下咒的时间长了 见到女子都会忍不住 生出巨异 主动退避三射 这种咒术流传甚广 用作对付风流好色 成性之徒 效果极佳 不少修仙知识 也会使用 一个风流公子 被自己老爹 下了金色咒 不能接近女色 连女人的手都碰不得 那性情大变 脾气暴烈 也就可以理解了 银子章松了口气 他不怕被人耻笑 也不怕丢脸 只要别让他学大师兄 那淫荡一笑就行 十应律两眼闪闪崇拜 二师兄 这样的法子都让你想到 你真是太聪明了 机幽谷被心上人赞美 自然受用得很 微笑道 也没什么 如果不是看到大师兄 我也想不出这个法子 大师兄正好就是有色心 却无法付诸行动的典型代表 因为被迫不见女色 导致脾气暴躁一点就是 银子章与十应律同时恍然大悟 地缠上被狠狠地踩了一脚痛处 当场暴跳如雷 客栈清静的小院里 再次发生严重暴力事件 十应律看看院子边缘 机幽谷布下的重重法阵 赞叹道 二师兄布阵的本事越来越强了 他们都筑机后期了 打成这样 竟然什么声息都没传出去 银子章默默点头 目光一向激动之中的 一大一小两个身影 自己这两个师兄确实很强 尤其是破坏力 在猪猪焦急的等待中 终于等来了银子章的消息 就在他得知 龙骨星罗盘消息的第二天 就有人跑到左花瓶的院子里 通知说五国林氏的三少爷到了 白柳连忙回房去好一番的打扮 准备到林三少所住的客院去亮相 理由是早就准备好的 代表太老祖的新夫人 欢迎林三少的到来 怕一般下人招待不周 特地派大丫鬟前去伺候 以表慎重 五国林氏相对于樊剑宗而言 林氏身份地位更高 所以林三少就算不过是个练气气修士 也当得起这份特殊待遇 白柳打扮停荡 吩咐其余几个小丫鬟 备好精致的饭菜茶碟 以及邻国酒等 就准备出发 经过花园时 看见灰头土脸蹲在地上 替一株三色茶花松土施肥的猪猪 忽然心念一动 扭头扫了眼跟在身后 清秀婀娜的两个小丫鬟 顿时便觉得他们十分地不顺眼 他才是主角 把这两个小狐狸妹子带去 万一那林三少爷来者不惧一并收了 自己岂不是亏大了 必须换人 白柳当即叫来管家 吩咐他去找来练一个 长相朴实敦厚的粗屎丫鬟 再加上猪猪 一起去后面梳洗一番 换一身新衣服 代替原本的两个小丫鬟 随他而去 猪猪正心急如焚 怕找不着机会去见银子张他们 没想到白柳竟然会来这么一手 高兴得他几乎要笑出声来 他用力压抑住不露出喜色 身子却不由自主 有些发起抖 白柳见了以为他紧张害怕 耻声道 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 待会儿见着贵客 你给我小心一点 要敢发呆出丑 回来 看我不接了你的皮 猪猪成荒成恐 连连点头 捧起石河 跟到白柳身后 就往客院而去 太家庄园占地极大 大部分太家成员居住在西侧 东侧是雁客及练功等等的公用地方 北边住的都是太家的子弟 以及属下家眷 而南边则是客清以及招待贵客所用的客院 中间是个巨大的花园 白柳带着猪猪 与另外一个叫翠花的粗屎丫鬟穿过花园 走了足足两客钟 才抵达林三少所住的客院外 正好看见两个俏丽的小丫鬟 脸色惨白 脚步亮腔地从里面跑出来 其中一个猪猪昨日才见过 正是太家家主夫人身边的大丫鬟 好像叫灿花 灿花没想到会撞上白柳 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失态 整了整脸色衣裙 微笑道 原来是白柳妹妹 白柳客气地招呼道 灿花姐姐好 你这是来替太夫人招待贵客吗 怎么这边走了 灿花身边的小丫鬟 惊慌未定正想说话 被灿花一个眼神制止住 啊 夫人有些急事 找我们回去伺候 白柳妹妹 失陪了 过几天再去找你说话 灿花笑盈盈拉了臀伴 转身就走 带两人走远 白柳收起一脸假笑 冷喝一声 哼 就这样的丑八怪 也想入林三少的法眼 当真不自量力 我们走 你们两个把东西捧好了 给我机灵一点 走远的灿花 回头向着白柳方向 催了一口 呸 狐狸精 等见了林三少 有你好受的 都说林三少 风流成性 怎么那般可怕 吓死我了 我走漫半步 他都会杀了我 灿花皱了皱眉 回头夫人自会派人 打听清楚 如此凶暴 简直跟传言说的 像两个人 他这样的美人送上门 都被扫地出门 他倒要看看 那白柳是什么下场 那边白柳扭腰摆臀 以最妖娆迷人的姿态 迈入客院大门 远远就见一个神情 冷漠如雪 却又俊美异常的青年 正在与另外一个男子 说话 这美男子一身滑贵锦衣 站在院子中 只叫满园的春景 尽数失色 这样出众的仪容 不必多说 就是林三少爷 这等人才 就算不为了别的 白柳也甘愿倒贴 她的笑容越发 妩媚动人 走上几步 娇滴滴的 攻身行礼 奴婢 见过林三少爷 一字一顿 语音鸟鸟 光听这声音 就足以令人销魂 传说中风流好色的 林三少 没有半丝笑容 冷冰冰的看着她 以言不发 奴婢是太老祖先夫人身边的丫鬟 我们夫人怕下人粗笨 怠慢了贵客 特地让奴婢前来伺候 话音刚落 就听见 砰的一声巨响 然后一支茶杯 夹带着风声 就往她的脸上飞来 幸好白柳有修为在身 反应也不慢 一侧头躲了开去 不过也吓得不轻 恶然抬头 望着前面 胸眉倒树的美男子 不知道自己 究竟做错了什么 滚 又是你这种女人 滚出去 不滚的 本大爷现在就杀了你 林三少吃了炮仗一样 恶狠狠 瞪着白柳怒骂 他身边的男子 一脸无奈地扯住他 不断地劝他息怒 他们身边 另一个样貌平凡的女修士 一脸欠然 走上前将白柳等三人 带到一旁 压低声音道 我家少爷身体不适 脾气暴躁 得罪了 白柳想起刚才 灿花狼狈的样子 顿时恍然 原来倒霉的不止自己一个 该死的 灿花那个贱蹄子 分明是等着看她的笑话 三少爷 他到底怎么了 白柳不明白 那女修士不达 神情暧昧地 看了看身后的 珠珠和翠花 少爷把院子里的丫鬟 都赶了出去 这儿确实缺人伺候 既然是新夫人的好意 他们两个就留下吧 他们模样也合适 白柳猛地回头 看看身后 土薄鼠一样的 珠珠和翠花 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的耳朵 这两个土的 吊渣的村姑 比她合适 这还有没有天理啊 林家三少 跟她这些随从 眼睛都瞎了不成 白柳 一直到被人 请出院外 还觉得难以置信 林三少爷的 异样举动 很快传遍整片客院 还没到中午 连太武池都知道了 大家多方打听之下 终于通过 林三少爷随从的 委婉暗示得知 原来 以好色 贪花闻名五国的 林三少爷 竟然在出门前 被自家老爹 废了武功 现在 看见女人 连为止 都不敢碰一下 这是当即成为 热门的八卦笑谈 不过 碍于五国林氏的威名 大家不敢公开取笑 只能在见面时 暧昧地耳语几句 太家家主太倒霉 先前也曾得过 太武池的示意 所以才会让夫人灿花 与另一个俏理丫鬟 去贴身伺候 没想到 马屁拍在马腿上 赶上这样的事 于是趁着向太武池 请示三清灵珠果之事的时候 顺道地提了提 想问太武池的意见 太武池皱了眉 冷笑道 姓灵的倒是够狠的 当真防备得紧 难怪敢派出这么一个 纨绔子弟出门 原来还有这一手 倒真不怕旁人笑话 那我们该如何对付他 算了 一个外家子儿 先不要管他 您家这样的实力背景 他二十好姐 却只是练气齐五层 简直废物一样 林家只派两个住机 去修饰随行保护 可见也没怎么 把他放在心上 他知道的也有限 我们暂时不能 跟五国临时公开 撕破脸 之前 朋友传闻说 林家的家传戒指 落在他手上 十有八九 也是林家固步一阵 哼哼 那戒指 关系到林家的机密 林家的老家伙 舍得把这么贵重的东西 交给一个败家子儿 才怪 等寿宴结束之后 再从长记忆吧 泰晤池打住话题 改为吩咐其他事宜 两人压根没想到 来的这三个人 是彻头彻尾的假货 哪有可能变出 结单器的高手 随从伺候在侧呢 客院中彻底清场完毕后 朱朱第一件事 就是跑上去 抓住林三少爷的袖子不放 而林三少爷 也忽然不讨厌女人 低头望着他 微微地笑了笑 反手握住她的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